有时放弃,不是屈服,而是明智的选择,有时放弃,不是畏惧,而是大度的表现,放弃不属于你的感情,别浪费时间和精力,把真心付给值得的人,转情的世界里,一厢情愿,结局不完美,笑着祝福,挨得才不累,放弃成功后的清高狂妄,别骄傲自满,毕慕容无人,今天的成功不代表以后的成功, 低调做人,不张扬,谦虚谨慎,不出错,放弃失败后的垂头丧气,别从此已绝不振,人生没有样样顺心的事,在哪里低倒,又在哪里爬起,失败不可怕,可怕的是消极和颓废,放弃不择手段的玩戏,分分分分做人,诚心诚意待人,处心积虑,累心,勾心斗角,伤人, 与其在算起中国的不安,不如在简单中过的舒坦,放弃追逐太多的生活,知足才能尝了,金钱还不总有花光的时候,名利权势终有再去的一天,为了这些身外之物,累坏身体,忽虐佳然,是最愚蠢的行为,放弃叠叠不休的抱怨, 多想想美好的事情,没有人能十全十美,谁都有缺点,谁都有难处,关键是摆正自己的心态,心态好,处处皆美好,心抱怨,处处有阴霾,放弃虚心在意的朋友,远离那些无用的社交,在桌上和你去喝说笑的人, 未必会在你越是是帮衬,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,还不如好好的学习,提升自己,当你成功了,优秀了,说什么都有道理,也会有更多的人靠近你,人生难得糊涂,跪在放弃,当你学会了放弃,也就懂得了什么最重要,放弃不是屈服,也不是逃避,而是选择重要的,丢下不值当, 把时间和精力,用在有意义的地方,让人生无遗憾,让生活更安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